已经结束 但是第一局当中啊 非常有意义 太危险了这个 真的差一点 差一点 差点十字顾沉了 双方都固有十字顾的进攻 张立鹏呢 是靠自己的耐心逃了出来 有点时间会不会赢 是的 如果林森不响 是不是可以赢下来 而费布特呢 确实最后的 林森有可能沉 有可能沉 张立鹏非常快的一个抱双腿摔 但费布特在下位 确实他的十字顾的攻法 非同一般 看似简单的部署 但是极为的极 极为的快 大家看到这个十字顾的部署 想举个剪刀扳 没有成功 这个就是刚才 非常危险的十字顾 曾经费布特 就是在同一角度 降服了中国的高手五号线 这个转换真快 危险 更多的期待了 这个再给五秒钟 咱们看到费布特 已经等级了 好 双方这场比赛 真是棋逢对手 真的这个 中国冠冬的世界冠军的较量 这个时候不知道张立鹏 还会像第一局当中 非常耐心的 而且突然 而且最后的这个十字顾 双方都有十字顾 是不是双方的手臂 虽然没有说是拍电视书 是不是双方的手臂 都会有不同程度的 这么一个扭伤 有可能 就要看这个 这局比赛 张立鹏的低扫踢 从身形上来看 张立鹏显得是 更加的壮硕一些 暗示费布特 确实有着非常重的 战力的打击技巧 全反的进攻 张立鹏如果说 这场比赛 再次把对方拖到地面 再一次的 同样的位置 双手搭扣 说明这个 张立鹏显得地面 还很细心 所以双方会有地面 这个 很像第一局的 这个时候 是的 这个时候应该 比赛会像哪个方向演变呢 应该场台呢 会把双方的 要一个角度 让对方的这个头呢 可能会朝另外一边 然后连续的砸肿 看到双方 现在回到了场地中间 场在三大四 也是明察秋毫 到底不是一定要小心 自己的用地 张立鹏显在上面找 砸起的就是一个速度 这个时候张立鹏是经过了 第一局的经验 要小心对方的头 从自己的当下面钻过去 这个时候 有一个锁腿的把位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 但是上位的 卑伯特 他是桑普的高手 能不能张立鹏 这个危险 这个 这个危险 这个裸脚 这是裸脚 看到底下的失踪 是还有两分四十秒的时间 时间是 看 张立鹏是一个 刚才有一个美式锁肩 但是没有说能够继续去攻 现在张立鹏的把位非常的好 而且控制也是非常的稳 刚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 卑伯特刚刚在背后的时候 应该是个拿背的这个位置 为什么 还是突然就稳过去 还是有一些侧 没有两刀 这个时候被张立鹏非常小心 又翻了过来 天哪 这个 这个时候张立鹏能不能再次使用 自己南北魔脚的绝技呢 我看到 看到卑伯特在下位 一直想要用这种滚桥顶桥的方式逃空 现在张立鹏如果说是能够 看到张立鹏又要慢慢的想要去做 做南北魔脚 是的 现在张立鹏是处于一个南北控制 但是这个控制不是特别的紧 也许有木村锁的这可能好 今天要抛一 做木村 卑伯特也是非常严密的防守 有可能 有可能做木村 开店是说 这是有可能做木村 开店是说 对 哎呀 改为拿背 这个位置拿背 张立鹏呢 从拿背的位置 没有 有着非常高的降服率 大家看到 也许能成为一个倒三角角 但是就要看张立鹏在这个位置 现在是连续的击打 好 也要去给卑伯特造成一些创伤 这个倒三角也许 寻找这个降服的机会 是的 也有可能张立鹏会去做 从背部的十足 好 好 现在比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有足够的时间 现在张立鹏来部署 这个后背 多年单手已经进去 第二只手 现在能不能进去 现在张立鹏的腿是一个三角打扣 这样的话 对于卑伯特 非常大的危险 连续打击 能不能连续打击 可以 卑伯特现在又真是奋力转了过来 虽然被承起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位置 但是总好过来 在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看卑伯特能否停住 张立鹏能够拿到胜利 如果持有防守就是 还有30秒的时间 这个时候如果张立鹏想要去实施 关节节就要进了 不然的话呢 又会出现 好 这个背十足够接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 卑伯特还是在非常奋力的防守 现在看卑伯特的表情非常的痛苦 非常痛苦 张立鹏正在逐渐取得优势 优势 十足够在这 又要做十足够了 但几个好像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十足够 现在看张立鹏现在是处于下位 比赛很有可能会到第三回 哦 这个 货币 货币